這裡是耶路三人的街道上 剛剛我們為大家秀了幾段 他們在歡信普爾捷的一些畫面直播的影片 那普爾捷他其實是這樣子 一般人來看到是看到他們被狂彎節影響的那一面 那看起來是很世俗吧沒有錯 但其實他們普爾捷的精神還有幾面我們是可以知道一下的 第一個因為普爾捷是為了祭奠伊斯鐵紅泡 這個神界的伊斯鐵紅泡拯救他們全族或禮滅亡 所以他們會在這一天到會堂裡面去聽那個伊斯鐵記的送禮 這是一個 第二個他們會互相匯贈禮物 表示說我們都還活著 第三他們會去救助貧困 還有第四他們也會吃大餐 那他們並不是只有這兩三天才在做這件事 其實我們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剛到耶路撒冷沒有多久 我們就已經看到小朋友在路上 在那個表演活動 然後說他們要募款 做什麼呢 說在普爾街的時候 他們想要把木來的款捐贈給那個窮古人家 那另外在市場上我們去買菜的時候 也會看見小朋友拖著拖車去跟各個菜攤啊水果攤 老闆要一些水果要一些蔬菜要一些可以吃的 同樣他們也是要去救濟貧困 所以普爾街它是一個準備很久的一個節期 那最後集中在這兩三天爆發 那當然在特拉維夫附近的霍龍那邊 它那個可能規模更大 但是我想我們在耶路撒冷來看是更有意義 因為看起來很實實化的節起 但是在耶路撒冷這邊 他們好像也是很自然而然覺得 這就是他們這一天該做的事情 所以以色列它的現況就是如此 我們就帶大家看看 從普爾街看以色列 那希望再過一個多月後 我們還會有第二梯來到耶路撒冷 到時候可以為大家撥爆雨夜節的情況 那謝謝收看囉 掰掰